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号仓库 鬼面之人当中有许多描写亲情的感人故事 在之前的影片当中 我说过一窝座与恋雪的爱情约定 今天我就将不死川兄弟当成故事的主角 来跟大家深入的说说这对兄弟 为什么个性都如此的火爆和痛恨恶鬼 在最后当他们遇上上弦之一的时候 又说了什么遗言让所有鬼面粉丝流泪呢? 在之后我也会制作最强的剑士 祭国兄弟的影片 记得订阅就不会错过咯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因为会涉及大量的剧透 假如还没有看过漫画的朋友 可以先关掉影片哦 在不死川兄弟小的时候 家庭非常的不和睦 父亲总是对小孩子拳打脚踢 矮小的母亲总是会用身体保护小孩 甚至必须每天工作到半夜 维持家中的经济来源 在某天到处惹事的父亲 突然被刺杀身亡 身为长兄的两人 对于这个整天颓废闹事的父亲过世 并不以为意 两人只在乎剩下的弟妹怎么过生活 两人互相约定保护母亲与家人 母亲很晚都还没有回到家 身为个个的食迷出去找母亲 突然一个黑影冲进家中 一瞬间所有的家人都倒在胁迫当中 当这头鬼将要吃了还没有意识过来的玄迷 身为兄长的食迷直接将鬼撞开 远离自己的家人 当玄迷回过神来就赶紧去找医生 来救自己的弟妹 当跑到街上时 却发现自己的哥哥手上拿着刀 妈妈却躺在地上 没有了呼吸 玄迷痛哭的大喊着母亲 并吵着哥哥大吼 为什么要杀了母亲 你这个杀人犯 这让失去所有家人 并且亲手解决变成鬼的母亲的食迷 想起自己与弟弟的约定 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一切都无法做到了 他感受到私心裂肺的痛 并且永远离开了家 食迷踏上自己的杀鬼之路 仅仅使用一些农具 与自己能让鬼酒醉的独特血液 与恶鬼搏斗到日出 将他们燃烧殆尽 在某次出轨的同时 遇上鬼杀队的狂径 食迷在短时间内学会了风之呼吸 在某次遇上十二鬼月的激战当中 两人合理击败了下嫌之一 食迷成为了柱 狂径却再也没了呼吸 这让失去同伴悲伤了食迷 无法接受所有的人都拼了命 在与鬼搏斗 主公却在安全的地方 使唤所有见识的性命 他在柱的会议大声地说 产物复大了 你浮夸的演技真是好啊 明明把所有队员当成棋子 用完就丢 这个若不禁风的首领 竟然是鬼杀队的首领 别笑死人啦 但是主公却露出温柔的表情说着 对不起 我尝试挥刀 但是因为体弱多病的身体 连挥刀十次都无法做到 如果可以 我也想像你们一样 成为独自一人 就能保护许多生命的强大件事 一直把工作施下给你们 真的非常抱歉 这样的眼神让实迷想起这些母亲 也是这样温柔的看着自己 主公继续说道 框镜与命不久 就将你传唤过来 你们犹如兄弟一样 一定非常难过吧 原来主公永远记得 每一位壮烈牺牲的鬼杀队员 每位杀鬼件事 都会事先写好自己的遗书 给家人 主公就将框镜的那封银书 递给了实迷 里面写着 希望重要的人能够幸福活到享尽天年 希望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的危险与伤害 就算自己到时候不能活着陪在他们身边 也希望他们能够活下去 这时实迷脑中出现 唯一的家人 弦迷的身影 希望他能够平安的活下去 另一边独自一人的弦迷 从悲伤之后了解到自己的哥哥 并不是所谓的杀人魔 后来知道哥哥成为鬼杀队的柱 他就算拼了命也要跟哥哥一样成为柱 并且保护他 向他道歉 但是体能与天赋都没有哥哥那么优异 就连呼吸都不会使用的他 只好开始吃鬼吸收无产的血液 特殊的体质 能够让自己吃鬼的时候 使出血鬼术 像这样的死鬼见识在几百年前也出现过 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能力 这使得他终于通过鬼杀队的预选 脸上的伤疤是母亲编成鬼所留下的 嚣张保护的他 因为想要很快拿到日轮刀 并且成为柱 就对常务夫的两个女儿动手发泄情绪 立刻就被正义感十足的炭赤阳所阻止 他强大的握力 甚至让玄迷的手骨折 在数个月过后 当迷豆子被鬼杀队发现时 石米在柱的会议上看见了炭赤狼 与他变成鬼的妹妹 迷豆子 他认为这样包庇恶鬼的鬼杀队员 根本不该活着 直接抢下装有迷豆子的鱼木箱 将刀刺进迷豆子的肩膀 这让愤怒的炭赤狼直接冲向石米 一个头锤直接将自己击倒在地 这时主公出现了 所有的柱都非常尊敬的伴会迎接 石米对于鬼的痛恨 让他无法认同这对兄妹 他直接用自己的血 证明这只鬼就是会吃人的鬼 所有人都看着这个流口水的迷豆子 石米说 过来啊鬼 你很想吃我吧 不停发抖想吃人肉的迷豆子 回想起自己变成鬼的那个夜晚 以及家人在世的模样 如此的幸福快乐 这时他想起师父说的话 人类是家人 必须守护他们 绝对不行伤害人类 迷豆子就算被刺伤多刀 也直接将头撇开 这就是石米遇上炭治郎与迷豆子的第一次相遇 可以了解到石米脾气非常火爆之外 也真的非常痛恨鬼 在离开住的集合会议之后 炭治郎在蝴蝶屋接受伤口治疗 与锻炼呼吸法的肠中 在走廊上被玄米用肩膀撞伤 炭治郎就闻出玄米身上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这是因为他已经开始吃鬼 身体产生了变化 并且在蝴蝶人的屋子接受治疗与研究 在之后一直到了断刀村 玄米采与炭治郎意外的遇上 已经把玄米认为是自己朋友的炭治郎 亲近的让玄米浑身不自在 这时突然出现的上弦之势 斩下头后不断分身的能力 玄米因为不会呼吸 所有的动作没有像炭治郎那样快速 直接完整的接下半天狗的招式也不会致命 离边炭治郎与迷豆子不断的遭受鬼的攻击 在困难的战斗当中 弥豆子将自身的血液抹在日轮刀上 炭治郎的刀变化成能够给予鬼严重伤害的贺刀 一个招式就将三个半天狗分身的头砍下 玄米也斩下了第四只半天狗的头 他现在完完全全就像一只鬼 他恶狠狠的对炭治郎说 少嚣张 打败上弦的是我 我会比你更早成为主 玄米的个性变得更加暴躁 但是炭治郎却充满阳光的说 这样啊 我明白了 我和弥豆子会全力的支持你 我们一起加油吧 总是充满温柔正向的炭治郎 让玄米顿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半天狗本体的脖子真的太硬了 玄米的日轮刀 以及南蛮枪都无法对鬼造成伤害 玄米直接替炭治郎挡下严重的伤害 假如是炭治郎接下了攻击 漫画可能就会提前结局 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火爆的个性以外 完完全全是一个男子汉 当炭治郎要斩下半天狗的头时 诞生出更加年轻的鬼 散发出来的杀气让所有人都快站不住 这时开启半文的炼柱甘露氏 独自对抗这个强大的分身 就让其他三人去找到本体 并斩下恶鬼的头 因为力量没有办法与鬼抗衡的弦迷 开始吃下鬼使出血鬼术 将树连根拔起 丢了出去 连炭治郎都看傻了眼 吃下鬼的弦迷 直接用双手扯断鬼的手臂 这时弥豆子使出的暴血 也因此烧到了弦迷 鬼与弥豆子掉落到一片空地 鬼看见前面有断刀人 想要吃掉他们补充体力 炭治郎快速冲向半天狗 并成功将他的头斩下 已经从夜晚战斗到白天的炭治郎 没有时间顾自己的身体 立刻叫迷豆子赶快逃离阳光 迷豆子却跑向炭治郎 那是因为半天狗原来还活着 并且已经抓到断刀人 想要将他们吃掉 这时炭治郎看见迷豆子被阳光照射 并立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太阳光 另一边则是断刀人的惨叫声 炭治郎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一边是自己的妹妹 一边是两个断刀给鬼杀队相当重要的人 迷豆子却选择牺牲自己 让炭治郎推飞往半天狗的方向去 看见迷豆子所做的一切 炭治郎了解到斩杀这头恶鬼 与保护人类 这是迷豆子的愿望 愤怒中带着悲伤的炭治郎 进入了通透世界 与迅雷不及燕耳的速度 斩下位于心脏的上弦之势 巨大火焰让恶鬼烟消云散 但他立刻就下跪痛哭了 迷豆子的牺牲让炭治郎的泪水不断的流下 但这时迷豆子却还完好的站在太阳下 对炭治郎说了声早安 在场的所有人不晓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但是大家在这场二战当中还活着 就已经是值得开心的事了 看到炭治郎与迷豆子喜极而泣 让从来只有暴怒的玄迷 替这对兄妹可以好好相处而开心 展露出久违的笑容说着 太好了炭治郎迷豆子 为了加强鬼杀队见识的能力 所有鬼杀队员都要接受住的集训 当炭治郎抵达封柱的屋子 眼前立刻就出现一只鬼 哦哦不是是善意 因为训练实在太辛苦 所以他想要偷偷跑走 突然封柱就出现在后方说着 回去训练还是被我杀掉 给你选吧 上一就开始大吼大叫了 石迷直接一拳打印过去 并且叫炭治郎抬回去 训练完的炭治郎 而不是应该是被虐待完的炭治郎 这时无意间听到玄迷的声音 他说着 等一下大哥我有话跟你说 石迷却说少跟我纠缠不清 我没有弟弟 再不收敛一点就宅了你 而且你这个样子一看就知道没有才能 别干鬼杀队了 连呼吸都不会使用 就别自称见识 毫无天分的玄迷努力了这么多年 就因为兄长的这句话信心全失 在大哥离开之前 他说了心中埋藏已久的愧疚 等一下大哥 我一直想向大哥道歉 根本无所谓 滚 这句话否决了玄迷的一切努力 他仿佛失去一切的说 怎么会 我 我不喜马鬼吃掉战斗到现在 知道这个消息的石迷非常震惊 并且转为愤怒直接冲向玄迷面前 并想要戳下玄迷的双眼 幸好碳智昂在几乎同时间就救下了玄迷 所有假装被封住打印的人 都赶快躺下装成晕倒 碳智昂说 你在干什么你想杀了玄迷吗 不杀 要杀很简单 但违反对归嘛 我要让他无法战斗 除非他现在就离开鬼杀队 碳智昂深切说 玄迷有没有才能都拼上性命与鬼战斗 如果他不在我们也战胜不了上弦之士 我绝不让你打伤他 这番话让玄迷相当的感动 没有才能的自己 竟然被受到这么大的重视 诗迷说 这样啊 我会打到让你无法战斗 瞬间封住就在碳智昂的眼前 并给予腹部一击 但直接就被碳智昂挡下 这也就像当初在住的集合会议当中 完美的防御与反击 碳智昂大声叫赛义帮玄逃走 但玄迷其实很担心碳智昂 赛义对玄迷说 那是你哥吗 根本是个疯子 玄迷生气的说 别污辱我哥 同时给三一拳 之后就是乱七八糟的大乱斗 一直打到黄昏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赛义不管如何 都不想要自己的弟弟待在鬼杀队 虽然不承认自己与弟弟的关系 甚至口出恶言或者动手攻击 但这都是为了保护玄迷 希望他能够到没有鬼的地方好好生活 杀鬼的这件事情就交给自己 玄迷对碳智昂完全改观 与之前口出狂言的样子完全不同 几乎就像正常朋友一样相处 甚至愿意跟碳智昂说 自己和石迷的过去 在住一住的修炼当中 一向对义勇不爽的石迷 就像逮到机会一样 对义勇毫不留情 并嘲讽的说 喂喂怎么啦 你不是和我们不一样吗 一勇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他认为自己都是受到别人所拯救 自己不配成为柱才会这样说的 碳智昂赶紧从旁边出来阻止说 你们是在抢秋饼吗 不死川喜欢秋饼啊 石迷直接一拳打飞碳智昂 他决定下次就带上秋饼 碰到不死川就送给他 易勇也开始慢慢的与其他柱好好相处 只是这个方式 不死川应该是会更生气就是了 这时乌鸦送来了紧急命令 产物夫家受到袭击 当他看见产物夫宅地的时候 房子爆炸被熊熊烈火包围 主公用强大的火药将自己与妻子 以及两个小孩亲手送葬 为的就是这一刻让无产受到严重的伤害 这时所有的柱都抵达 使出各自的呼吸招式 将要给无产最后一集的时候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传送到无限层 对磁迷来说自己无法保护尊敬的主公大人 除了非常愤怒以外 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悲伤的磁迷 发誓将要斩杀所有的恶鬼 在混乱的无限层当中 无亦狼单独被传送至宽敞的空间 那里站着一个箭矢 原来就是上弦之一 黑死魔 这样强大且沉重的压迫感 让无亦狼的身体不自觉战斗 当他冷静下来使出夹肢呼吸刀法 甚至是开启傍蚊让自己的体能强化到极限 无亦狼的手瞬间被斩下 也被自己的日轮刀钉在梁柱上 突然玄迷对上弦之一直接开枪 但是开枪的瞬间上弦之一就在自己的身后 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手与身体就被大些拔快 上弦之一说 三百多年前 也有一个像你一样的死鬼见识 他的身体被斩断就消失了 你的话要斩头吗 当上弦之一的刀正要了结弦迷的时候 强大的背影伴随着巨大的锋刃 你真的是让我没责的弟弟啊 我不惜对母亲痛下杀手 也要保护你 你觉得这是为了什么 我绝对不会让恶鬼靠近你半步 玄迷想起过去大哥竟然是为了保护自己 却反而骂他是一个杀人凶手 他流泪并说着 对不起大哥 石迷愤怒的说着 竟敢扛我弟弟 该死的眼球混蛋 我绝不原谅你 石迷快速的刀法以及变换多端的攻击方式 让上弦之一不断的闪躲 受伤后反而力量与速度增强的石迷 让上弦之一非常惊讶 这几乎不是人类的身体可以比拟的 千军异法之际 岩柱也抵达了 他是鬼杀队最强的剑士 就连黑石谋在这三百年 也曾会见过如此强大的肉体 同时 弦民请吴一郎帮忙接回身体 与捡上弦之一的头发 他吞下黑石谋的头发 并将身体一一接回 这时 石迷与岩柱同时开启斑纹 对抗着实力仅次于鬼王无产的上弦之一 但是场上的局势完全无法逆转 上弦之一的刀产生变化 无形快速的斩棘让石迷失去手指 这时身体已经恢复了玄弥 为了保护三位柱 玄弥吞下黑石谋的刀 吴一郎选择牺牲自己 将黑石谋牢牢牵制住 化成恶鬼的玄弥 样子几乎与上弦一模一样 此处犹如上弦之似的邪鬼术 术根将鬼牢牢的困住无法动弹 在了结上弦之一的最后一刀时 他的身体长出许多刀刃 发出无数的剑击将吴一郎切成一半 在炎柱的铁球与战斧夹击之下 上弦之一还是奋力抵抗 玄弥使出全力用力的斩向铁球 造成了碰撞 让两个武器变成烈火般的喝倒 顺利的斩下上弦之一 这场战斗牺牲太大了 吴一郎已经没有了呼吸 玄弥在离世之前 还是惦记着几位身围住的前辈 此时他的身体不断崩坏 狮迷慌张的安慰着自己的弟弟 哥哥会想办法的 没事的 玄弥说了 用尽一声都想要对哥哥说的话 对不起 那时候责怪你 老师给你添麻烦 这些根本不算什么 不要死 不准给我先死 你经历了无数的苦难 希望你可以过得幸福 不希望你死掉 你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人 谢谢你 哥哥 石迷失去世界上唯一仅存的家人 当最终解决掉无产的时候 石迷也失血非常多 甚至可以见到世事的弟妹 也看见到没有脸见自己儿女的母亲 我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 不可能去天国了 温柔的石迷说 那我就背着妈一起去地狱吧 不然我太早去的话 玄弥也会伤心的 突然父亲出现说 不管到哪边 你都不能去 你应该庆幸是我的儿子 被生得如此强壮 石迷尽管受到重伤 却幸运的活了下来 当石迷到医院看赵门兄妹的时候 遇上变回人类的迷豆子 主动打招呼 但是上次见面 石迷将刀刺进她的身体 现在看到迷豆子 觉得有些愧疚 甚至是在与无产交战的时候 陷入昏睡 迷豆子却开朗的说 自己已经睡了两年 这样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又说了 我很喜欢睡觉 这使迷豆子与玄弥 小时候的身影重叠 我喜欢睡觉 这样子就不会肚子饿了 玄弥温柔摸着迷豆子的头 温柔的眼神就像是在与玄弥道别 同时也向迷豆子道歉 留下一句 要保重哦 就离开了 这就是不死川兄弟的杀鬼医生 一个人为了替母亲报仇 发誓要斩杀所有的鬼 另一个人则是要向兄长道歉 用尽所有的医生 拼命想要成为独当一面的鬼杀队 见识 石迷和学迷的故事 真的是非常感人 虽然这对兄弟脾气非常火爆 但是非常想要保护家人情感 让人感动的想要流泪 也因为这样子让他们受到非常多鬼灭粉丝的喜爱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啰 这里是4号仓库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见啰 请不吝点赞